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右手边这支香烟呢 你看它这个一明一面 这个红色的光火 刚刚好就是烧到 这个烟头的 这个最底部的这个地方 真的是吸到一口都不剩 完完全全的这个香烟 没有任何的剩余 完全的把它烧完了 现在这个香烟我们已经很明确的看到 它已经几乎还烧到这个烟屁股的部分 所以 然后我们看到我们左手边 这支代表我们的这个部分 这一支呢 它的黑色的 我刚刚化现的地方 它确实还是存在着 所以这支烟灰掉下来了 表示说它们已经抽完了 那所以说我相信它们应该很高兴 它们的这个竞赛 跟我们的竞赛是已经胜利了 那我们恭喜它们 吴玄庙附近多半是在监狱里往生后的院里 气气十分凝重 因此 沈荣也依照武色方师傅的指导 在四周射下了结界 以阻隔恶灵的入侵 同时维护在后续灵异测试中 工作人员的安全 这个画就是把一些朋友隔绝在外面 所以我在这边带了很多这个 女艺人的写真集 然后要来给这些朋友观赏 那希望能给他们阅读 那我就把它直接摆在这个地上 把它直接摆在地上 就是能够给他们看 在每一个角落呢 事实上我都会摆个一本啊 两本啊 两本啊 这样子啊 就是等于是给他们看这样子 那这边也摆了一本 这本很好看哦 这本很棒哦 在准备就绪后 现在沈荣要以拔归的方式 询问周遭的零件拥有 接下来的零异测试 那我现在就是想请问就是说 刚才呢我们的给你们的这个香烟哦 你们是不是有收到 如果有的话请让它左右的摆动 要不然的话就不要放动 如果说你们刚才有吸到我们给你们的香烟的话 请让它摆动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请让它摆动越来越大 对 让我们大家知道说 事实上如果一般的人来这边 供奉一些香烟给你们的话 你们是可以收到的 好 大家可以看到很明显 非常有这个强烈的这个 那我想请问就是说 你们 呃 会不会很想念你们的家人啊 因为我们都知道 你们会在这个地方 事实上是因为家人可能没有接你们回去 如果是的话 你们很想念你们家人的话 就请给我前后摆动 要不然的话就停止 如果你们很希望你们家人能够常常来照顾你们的话 请让它前后摆动 让它摆动大一点好吗 好 这个明白啊就是告诉我们 事实上 这些朋友他们都非常想念他们的家人 他们家人可能 不晓得为了什么样的缘故啊 就是 就再也没有过来照顾他们了 那现在就是为了一个 这个小小的问题啊 就是刚才我看到这两边的这个提示啊 就是写的这个像对点一样的东西 他那边写的好像是保家卫国啊 非常忠肝义胆的样子 那事实上跟我们一般所想象的 跟这边的朋友来讲 是有一点点出入的 那我现在就是想知道就是说 他们自己是不是觉得说 像这样子的两行话 对他们来讲是比较不适合的 或者是怎样 如果大家觉得说 这两行话其实写的不是很适合的话 是不是就给我顺时钟的方向转 要不然的话就是反时钟 那如果是的话就越转越搭 让我们大家知道说 事实上你们也觉得这个 两旁边写的事不太适合 好 我现在手啊 是完全静止不动了 那事实上朋友已经很明确告诉我 他们也觉得这两边的写的 好像跟他们的平常是有点很出入的 现在大家是不是有一些朋友啊 已经坐在这个沙巴椅子上面 坐在我身后面这个沙巴椅子上面 摄影机可以照一下啊 当然我们的镜头像看过来 是什么东西都没有 但是我现在很想知道 如果说你们现在 有坐在这个上面的话 请给我逆时钟的旋转 好不好 逆时钟的旋转 如果已经有一些朋友 坐在 坐在沙巴上的话 请给我逆时钟的旋转 要转大一点好吗 让我们知道说 现在事实上你们 正坐在后面观看我们的节目 好 大家可以看到 这真的是逆时钟啊 所以事实上 后面镜子上面 可能已经做了朋友了 结束了零摆测试后 正当外警小子 要更进一步的 准备进行碟线测试时 却突然来了几位 自称在此地 曾撞邪的青少年女友 就有时候会看到的人 就从这边这样走过 就从这边这样走过 对啊 有时候会 然后我们每次都无认为警察 可是事实上是没有警察 会在这边半夜 我们跑完了 回来以后都没看到 你们其实常常会在这边 骑机车嘛 对 是不是 对啊 那就是说有些人他会说 会看到有人在那边走动 这样 也是有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怪事呢 有啊 就是骑无缘无故 在这边骑摩车就得打 这里啊 对啊 就这样正对方 正对就是这样 听完青少年朋友的灵异经验后 不禁让人打了一个寒战 外界小组也请他们派出代表 一起进行迭纤的灵异测试 2 3 10 5 6 7 8 9 10 11 12 13 下来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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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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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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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他現在在仔細的搜尋 他是六,第一個數字是六嘛 第二個數字 第二個數字是六十幾呢? 有可能是六十一歲可能 就介於六十到六十一歲左右的一個先生 好,那我們謝謝他的回答 那我們現在就是想要請問一下 好,那剛才呢,我們在這個附近 剛才有燒一些香煙,不曉得您有沒有收到 這個要請到釋 這個速度非常快,您到釋 那現在我想要請問一個 可能比較嚴肅一點的問題 就是我們都知道您這個可能 有可能是因為在這個監獄裡面 就是生病,然後病故的 那想要請問就是說 我想問他現在是病故還是槍決好不好 對,那如果說您是在這個監獄裡面 是病故的話請走到釋好嗎 如果是被槍決請走到佛 如果是被槍決的話請走到佛 完了,這邊就認錯了 對啊,I don't think you should ask that kind of question 我們再重新問一個問題好了 對,問題因為會 是因為那方的情緒 那照次我們一個人玩 一陣今天是 當他一直按... 好,小優,不要講了,不要講了,不要講了 我現在已經覺得很不舒服了 你不要問這問題嘛 可以 每次都要問一些那種怪的問題 讓大家很不高興和病 我現在已經情緒覺得很不舒服了 你不要問,拜託 好,我現在想請問一下 我們剛旁邊有放很多寫真集 不曉得您是喜歡哪一個寫真集 那在每一個地方 我們都有不同的女藝人的名字 那希望您能夠稍微瀏覽一下 然後告訴我們 您比較喜歡哪一位女藝人 他所拍的寫真集好嗎 在有陳明珍、張婷、楊帆、季晴、舒淇等等 那請給我們一個指示好嗎 或者你覺得隨便選也可以 就是選一個你比較喜歡的 看得比較順一點 謝謝 那我來當中先生 那現在 像這位先生呢 我們是不是可以 如果我們現在可以再重新問您問題的話 是不是可以請您走到市呢 如果我們可以再繼續問您問題的話 請您走到市好嗎 如果您覺得我們不應該再繼續問您問題的話 那就請走到否 那讓我們大家了解一下您的意思好嗎 謝謝 那我再重新問一遍喔 那這位先生很不好意思 我們剛可能有問一些 讓你不是很高興的問題 那現在如果說您願意原諒我們 然後讓我們繼續問您問題的話 請您走到市好嗎 希望您不要跟我們這些晚輩一般見識 那我們也覺得非常的抱歉 那如果說您願意回答我們問題的話 請走到這個市 如果不願意的話請走到佛好嗎 謝謝 怎麼會變成這樣 對啊 剛才你看到沒有 真的情緒完全失控 所以不論我講什麼 對 那個傑仙她情緒已經完全失控 所以不論我怎麼哄她騙她 說可以看寫正吉 她就是不理我 然後一直繞圈圈 那感覺是不是太可怕了 一直繞圈圈是真氣嗎 就是你問什麼都不回答你 反正就是說 她就來個相應不理 然後你就覺得怪怪的 然後她也沒有離開 因為她並不離開 對 她一直在動 一開始就不會轉 她在本位那外面 就一直繞一繞一繞 請天老師來跟我們講一下 他們的情況是怎麼樣 剛才我看到 我都看到了 我看到的是一位老先生的理 就是我感覺她是 你們問的可能是六十六 有感覺她在那個年齡 她六十幾歲的年齡 那她很激重非常激重 因為我問了一個問題 她是她是怎麼過世的 也是槍斃 可是我不瞭解 為什麼問這個問題 會很激動呢 因為怎麼死的 這很簡單的問題 當然你認為是很簡單 那當事人的話 對她的死當然有很多感傷 對她來講 感傷很難過的 對而且你要知道 她過世的那個時候 我想每一個 我們人類的思考裡面 都有說我過世要有人來 比如說來收屍 或者來做好 大家的失望死得很瘋狂啊 那甚至有什麼 法會或是等等 來幫她們做到西上街的事情 這樣的一個面子 可是你要知道 她也通常沒有 都沒有一個人命來說 對她來講 她的 她的一生 應該是 悲慘的 對不對 她很難過 對 那剛才我有感受到 她一直在哭 你們在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她一直在哭 其實我應該說 她也來到現場了 對 對 她一直在哭 所以我現在心裡很難過 因為她透過我 跟我產生的那個 就是接近 她現在怎麼哭 怎麼難過 我這邊就感覺到 那 其實她只說 我問她說為什麼 她那麼難過 她跟我說 因為 事實上這個 她錄這個浴是冤獄 然後她是被槍斃 所以也是一個冤詞 可是她並沒有說 她很生氣說她不願意 可是她知道 她敢講 聽她講 她說她 她雖然是 對這個事件本身 她是冤獄的 可是她自己 當然也不是 人家的好怕 她也是 當初也不是一個好怕 她沒有埋怨 她也認為她在世的過程 她在入獄之前 她也做了很多 所謂的壞事 她認為這沒有關係 但是 今天妳突然之間去告訴她 這麼多年 突然之間 跑來告訴她 她回想起來 這件事情 非常難過 既然您說 那位老先生在現場 對 您可以感受得到 可以 那您可不可以教我們 像 看看我們 可不可以試試看 我們也去感受她 哦 這樣子 我不會 我要死 好 如果你們這樣 我先問一下 我試試看 好 可以 好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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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這種勇士 來吧 那我們要 麻煩如果這樣 我試試看 因為她說她也試試看 因為很很很 不曉得 因為你們也從來沒有 因為我們是不同頻率的人 是 把我這樣講 她跟我們不同頻率 所以現在可能要 由我們的身體來做調 調教 就是我們所謂的調頻率 那我們試試看 因為你們也沒有被這個經驗過 那我們今天第一次 我們試試看 那就請各位把眼睛低下來 接下來 放輕鬆 把你的注意力慢慢的 慢慢的 聽到你的心 你的心 慢慢的進來 引導你去看 看剛剛玩疊心的 這位老先生 跟我們玩遊戲的這位老先生 他到底講什麼 他的心境又是如何 請用你們的心 最誠意的心 最友誼的心 去感受它 去瞭解它 請你 心理心 引導你 看領你 跟這位先生 這位 有什麼感受的話 慢慢把眼睛張開來 剛才老師你說那個 要感受到內心 眼睛快掉下來 因為覺得很傷心 也不曉得為什麼 因為我沒有聽到什麼畫面 我剛好看到 他有一個黑色的點 會聚在中間 嗯 然後後來最後我就是說 好 請你讓我看見你 因為我很希望看到你 那我就看到有 大概像幾個人 列隊這樣走 可是我的職業就是 他好像不要被拖去牆壁的那邊 那個畫面 我看到大概有三個人 然後 後面好像是像那個 穿軍人那樣 像警察那樣子 然後後來就是列隊這樣走 然後我看到他們 一個一個這樣走 但他的畫面是重複性 就是我怎麼樣看 他都一直停留在走動的地方 因為他要告訴你 我內幕 我內幕對他來講 因為他剛才跑來我 這邊一直跟我說 我想到那邊看我很醜 我很難看 剛才我看到那個東西 就是他給我看到說 他最後在行判之前 就是好像要 就是拉他去槍決之前 對 沒有感受到那個 然後我一直很想掉眼淚 我一直在哭 然後可是我一直 就是忍住啊 然後就覺得不要哭 你看到為什麼 不知道 他根本不是看到老公 如果看到什麼 我看到什麼 有看到什麼 有沒有看到什麼 跟我們分享一下吧 讓我們今天沒看見的人 也可以分享一下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沒關係 因為 他會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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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情緒會進來 所以比較強烈 我一直覺得,以前所看到那種景象, 真的是他們有一些話想要透過你這個第三者, 然後去,好像就是說透過我,然後告訴別人, 可是我就沒有講,然後他們剛剛在抱怨那種,說... 最重要的是因為他是,他算是一個,也是一個靈媒體, 那其實他常常會看到,那看到的意義是其實, 他只是希望藉由他來做一些代言, 那因為很多人不了解,代言就是可以去他們講一些話, 可是因為很多人不了解的話他害怕,這也不能怪你, 你可不可以告訴你,剛剛看到了什麼? 因為如果他們要讓你看,不斷地這樣, 也許要你,就是要你講出來的, 對,可能他們是希望你來傳達嘛, 那你就要講剛剛的... 對,你拍到了什麼樣的畫面, 然後你的感,對,他跟你做傳達的關係 他並不是用言語,他是因為那種感覺, 對,那種實際所謂的能感, 他剛剛開始,我剛剛很開心, 怎麼是你,然後... 後來他好像在責備我,不知道是... 他到底為什麼要這樣子,然後... 他有他自己的想法跟他自己的意思, 可是我不認同他那種主觀的看法, 因為我覺得沒有必要嘛, 你叫我說,要傳達一些意念, 給你家裡人聽,為什麼比較... 這個人你認識嗎? 認識了,認識了, 你的朋友已經往生了? 對啊 什麼?你剛剛看到的那個老先生是你朋友?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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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他不是接觸到那個老先生, 他接觸到那個... 我沒有想要就是... 他會一直這樣子跟著我那麼多年 然後... 這個裡面那種壓力的, 一直到現在才... 才宣洩出來,然後... 我就覺得老師滿可怕的 所以你剛剛看到的是, 你過去往生的朋友 進來跟你抱怨你這些事情 不是,他不是一個形象, 他是一個... 一個力量 然後... 他會可以導引著我過去 然後... 然後... 就跟老師講一講 他就是一個平日 然後... 就這樣子從我的記憶中 被抽取出來 然後就... 我深深就看到一個... 一個心體 就這樣子從... 從一個力量... 變成一種心體 看到你那個朋友的心體 然後... 想生成的樣子 然後他... 他只是用一些感覺跟我 面對面 然後... 開始... 我一直用感覺在那邊 跟他這樣子... 去 touch 然後... 那邊就是說... 他的感覺就是... 好像是抱怨我 說... 怎麼回事 我三次不是交代你 做好一些事情 或者是... 交代你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你那時候為什麼 就是... 就這樣子就沒事了 你感覺他不愉快的情緒 他不... 因為他的朋友 跟他之間的情感太重了 他們兩個的情感非常的重 所以... 到現在呢 他這個朋友的解還沒解開 所以一直都希望他幫忙 因為我們時間非常的短 非常短 所以... 所以沒有辦法 大家學習這個... 調皮靈上的這種話 沒關係 不過... 你願不願意呢 成為... 就是... 他們把你選的是... 寫真集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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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說... 不曉得 我聽說去監獄裡 一本寫真集飯叫一萬喔 對... 非常貴 非常貴喔 外面才四百五耶 對... 所以你要不要到那邊去成一個販賣部 可以嗎... 可以嗎... 不過我們要先看看到底第一名是不是 他們... 你放了好多本...六本 對... 然後我們會就請他們選出他們最喜歡的一本 還有... 你們現場的結界 到底怎麼回事呢 我們來看看這本一片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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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過來一點... 過來一點... 所以要收到 走進來... 你走進來沒關係 小心不要抱現 非常... 他現在就是... 一直轉一直轉一直轉 他就是不回答任何問題 然後... 沒有... 就是... 剛剛問了一個... 就是... 剛剛問了一個... 關於他... 我要講好不好 我可以直接跟老師對話 好... 我跟你講啊... 現在情況是這樣啊 剛剛他問了就是... 有關於他是被槍決還是怎樣 他可能不是很高興 那現在本位在這邊一直繞圈圈 我怎麼樣... 誘導他... 一直跟他說抱歉 他就是... 不離開啊... 那現在我們手腳一直在那邊繞圈圈 那現在有什麼方法 可以請老師幫... 幫忙跟他溝通一下呢 對對對... 就是問到那個槍決的問題 就是一直... 繞圈圈了 那現在我該怎麼辦 那個本位這邊一直繞圈圈 一直繞一直繞 現在各位同學啊 我們現在這個地方 我們從十三數到一 慢慢數 數到一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請結 先回本位 聽到沒有 好...數一遍就好了 好...現在開始啊 十三... 眼睛閉起來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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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現在就是想要... 就是問一下啊 就是說... 剛才在這個旁邊啊 我們有擺很多的寫真集啊 很多寫真女郎 然後他們都是穿得非常清涼 不曉得您喜歡哪一個 這個女藝人的寫真集 那希望您能夠告訴我們 因為她這個每一個女藝人 她的這個風格都不太一樣啊 那她這個裸露程度也都不一樣 不曉得您是喜歡哪一個類型的人 您覺得哪一個這個女藝人 你看起來最...最喜歡 林界朋友票選 最受林界歡迎的寫真集 忠貞為什麼會表情驚呼 她會順利當選嗎 所以你也要不賤 一張桌子竟然會帶著人跑 这听起来是多么的不可思议 待会天网会会这楼兰公主 就要为您推出神桌特别企画 就是我的那个房间的门 不是都会有那个栓枕吗 栓枕 结果后来就突然 就是叮叮的手 我感觉它是手 就是从我的脚这样划过